冯小刚被调查连夜上缴百万管理费。造谣者删微博并发声道歉管道号娱乐新闻Glanty World。 大导演最近率遭谣言困扰,之前有人造谣冯被反爱失忆,由网友老C队长称冯小刚被反爱失忆,将雨景期公布,随后冯小刚工作人员立刻辟谣是假新闻。 冯小刚本人亲自回应20亿太少了怎么也得罚100亿。 你说这些大号儿他们真敢顶风作案啊,正收拾他们呢就敢胡说八道造这谣。 辟谣之后,网友老C队长也发文向冯小刚道歉,表示愿意承担这件事的法律责任。 冯小刚本人则并没有受谣言太多影响,最近他正在积极筹拍新电影,还和妻子学藩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秀恩爱。 前几天冯小刚还去了湖南毛主席顾立,当天冯小刚的状态很不错。 但这件事引起了崔永远不满,她怒对冯小刚是看人脸色吃饭,站完便一番脸不认人。 冯小刚并没有回应崔永远,而是发朋友圈晒自己到毛主席顾立的感受,冯小刚自称是湘潭人后代是跟正苗红的人。 冯小刚是祖籍湖南省湘潭人,她最近几年经常回老家祭祖,所以她朋友圈那段话也是说得通的,有理由的。 另外之外冯小刚还被造谣遭到工作组的调查,该大物称冯小刚工作关系还在北市,但没有向北市交管理费,冯小刚被查后连夜给北市办公室部交了100万管理费。 其实这个爆料是不实消息,对冯小刚有很大的名誉全伤害。 12月1日凌晨,这位造谣遭者在微博发声向冯小刚道歉,表示之前这段关系冯小刚导演的内容于事实不符,对冯小刚造成的负面影响,道歉。 他还表示以后有人借他名义继续攻击诽谤冯小刚,那么谁发布谁将承担一切后果。 总算是害了冯小刚的清白,冯小刚最近还真是惨,不断被人造谣,有时候他本尊还来不及辟谣,毕竟冯小刚太忙了,顾不上这些,只能靠工作人员来监督网上的言论。 希望大家理性对待网上的传言,不要相信谣言,也不要传播谣言,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好的持瓜群众。